就算房贷借不到这拍楼 这边指的拍楼 不是叫你去做监犯科 去A钱去贪污啦 而是说不要去借高利贷 毕竟现在很多人 这房贷贷款下不来 交屋足即将违约再及 面临的是15%的这违约金 可能很多人急了借不到钱 会去选择高利贷 但是一旦真的借下去的话 往往是万劫不复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表资料 你会说真的有这么多人借不到钱吗 如果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整体的大环境流程 就可以发现从去年的新清安开始 您看到因为房价开始甩尾飙升之后 造成大家去抢贷 简单来讲借款的人变太多了 根据银行法满水位 就必须限制这贷款的部分 好 贷款被限制了 现在贷荒出现 房屋的部分难道会变成解约潮吗 的确有些即将要交屋的民众 会遇到尤其首购族 因为这个资金不太够的关系 很有可能贷款下不来就会发生 必须解约 那么建商是可以没收15%的违约金 小老百姓哪来这么多钱 或者是有人会跟着建商达成 共识不会收到15% 但有建商也担心 他们会不会跑去找高利贷 但这么做 可能就真的掉入万劫不复的陷阱 举个个案给你听 假设你跟高利贷业者借1000万好了 他说你房价会涨嘛 涨个50%可以赚500万 那么我跟你算一算的话 你最后还是会有300万获利 但实际上 实际算下来 这个利息是利滚利的概念 所以最后你要还他1600万 简单来讲 就算你房价真的涨到50%了 那么还是不够还这高利贷 也就是说高利贷真的千万不要碰 好 此刻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人 可能跟爸爸妈妈掉寸头 或是跟农历余会 还有跟合作社来借钱都借不到 还有什么救命法宝呢 你有想过受险业者吗 其实在10年前 跟保险公司来新增这房贷户 还蛮热门的 2013年全台有24万人 做这样的一个借贷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你发现 只剩下2238人 只剩下6% 因为其实保险公司的 新增房贷户的部分 其实贷款额度没有那么高 而利率部分跟过去来讲 其实也没有银行好 但现在钱就是借不到 那么受险公司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有些受险公司 它规模也蛮大的 甚至因为因应现在这房贷的部分 其实也有最低2.2%的 这样的利率 但是还是要注意 跟所有的贷款都是一样的 利滚利最后越欠 可能是越多钱 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资金状况 第二个部分 如果你签的是保单的话 也要留意本来有的保障或是保护 最后因为您违约可能会失效 以上是这一节推播资讯 再把时间还给温华